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哇 撑的鲜加上椒盐味真是绝配 师傅啊 昨晚那家大排蛋的椒盐汤啊 太好吃了 你看我今天特意买的 哎呀 这么简单还要浇 叫鸡啊 不得套了 我之前按你做的 不是锅里都是水就是不入味 都是这个台子 总共两个要点 大家学会了就行 鲜放入水中 加点盐 滴几滴油 静氧一个小时 让它吐沙 先把盐好的鲜 背面这里剪刀给它剪一下 葱姜 加点料酒 做成葱姜料酒汁 处理好的鲜 倒入葱姜料酒汁 加点盐 加点糖 胡椒粉 椒盐粉 把它抓匀 腌10分钟 我们现在调一个面糊 倒入木薯粉 土豆淀粉 粘米粉 泡达粉 把这个粉搅拌均匀 倒入一个鸡蛋 把它搅匀 加点水 调成酸奶状 最后加点油 再给它调匀 腌好了成沥干水分 再配上干面粉 哈哈 老管 原来你就这一步没教我了 你说台词有问题啊 这不是台词的问题 我是认真的 原来你就是缠了这一手 不过这步真的很重要 这样子不会是壳脱姜 下锅前 一个个裹上面浆 六成油温下锅 这样子这样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加到处 滤干一份 锅一下冷油 把这金黄酥脆 撒上酱油粉给它拌匀 可以了 起锅装盘 关注我 一天一道家常菜 然后每天入伊